Butlight跟變性人Dellen Mulvaney的合作 在美國興起了非常大的浪潮 Butlight的銷售一落千丈 很多人覺得很開心 保守派反擊了 我個人也是這樣認為 這個變性人代言的啤酒產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怎麼會這麼愚蠢 現在Butlight的高層的影片突然爆紅了 是透露為什麼他們的公司會走向這個樣子的方向 今天我想要好好的利用這個新聞來討好的討論一下 現在每個國家為什麼這麼容易被左派侵蝕 為什麼這麼多的國家不只是美國 想要換國旗改國號改國歌 只是為了證明什麼東西的國家 不要覺得我是在針對台灣 各位太敏感了 OK 法國也是這個樣子 以色列也是這個樣子 英國也是這個樣子 德國西班牙加拿大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不要覺得你為什麼總是罵台灣 不是的 那說到加拿大 那有一個知名的加拿大保守的這個推特賬號 搞笑賬號被變性人攻擊了 在地上被打 沒有人被逮捕 沒有人被起訴 保守派在左派侵蝕的國家裡被打 是活該的 是應該的 變性人是應該要被稱送的 他們是受害者 所以說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導致又一個州議會被變性人攻佔了 他們這次在德州 躺在德州的州議會地板上說我們在屠殺他們 沒有錯一次又一次的變性人 槍擊案發生 但是可憐的是他們 他們是被逼著拿著槍口指著我們的 這個思考邏輯到底是什麼 今天好好地在節目裡討論一下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樣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不能只看自己爽 而是要真正的付出行動 付出努力 來維護我們的國家 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蝕 每一個人都要付出 而且合一的抵抗 請各位幫我們按讚留言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點地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to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星期我們在搬家 所以沒有機會錄到這個新聞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新的辦公室 其中一個我很想要報的新聞 就是Buddlight這間啤酒公司 身為一個男人 當然是要喝威士忌啦 結果現在好像Jack Daniel也出事了 OK好像還滿在支柱 一個什麼 合家歡樂的變裝皇后表演 還好我現在也不喝Jack Daniel了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很明顯這些公司不想要賺錢 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客戶是誰 根本不在乎他們的客戶 因為我上個星期沒報導 所以這邊跟大家簡短的講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Budlight這間啤酒公司 跟現在最紅的變性人 Dalen Mulvaney簽了合約 當他的形象大使 然後全美國就發生了這個樣子的事情 Grandpa's feeling a little frisky today Let me uh say something to all you and be as clear and concise as possible Budlight and Sennheiser Bush Have a terrific day 沒錯全美國正在開始抵制這間公司 不只是Budlight這個公司 甚至是整個集團 Anheiser Bosch這個集團 之後這個公司發了一些很弱的聲明 然後就開始躲媒體了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躲著媒體 然後覺得說我們過幾天就會忘記了 就跟當時台灣那個頂心的地溝友一樣 全美的酒吧跟藝人的演唱會 開始全面的跟Anheiser Bosch這間公司 切割造成了他們非常大的損失 但是他們也沒有出來道歉或是怎麼樣的 我們現在可以找到這間公司 為什麼一開始會跟這個變性人合作 幾個禮拜前 有一位叫做Alisa Heinerschein 她是Budlight的副總裁 VP上了一個YouTube的頻道 叫做Make Yourself at Home 訴說了她是怎麼樣做出這樣決定的 然後要怎麼樣改變Budlight的品牌形象 在那邊說她身為公司的第一位女VP 她非常的驕傲 她可以改變這個公司 讓這個公司變得更多元 更包容 可以包含到更多的人群之類的東西 讓我們來看一下當下的interview I'm a business woman I had a really clear job to do When I took over Budlight and it was This brand is in decline It's been in decline for a really long time And if we do not attract Young drinkers to come and drink this brand There will be no future for Bud Light So I had this super clear mandate It's like we need to evolve and elevate This incredibly iconic brand And my what I brought to that was a belief in Okay, what does evolve and elevate mean? It means inclusivity It means shifting the tone It means having a campaign That's truly inclusive And feels lighter and brighter And different And appeals to women and to men And representation Is it sort of the heart of evolution You've got to see people Who reflect you in the work And we had this hangover I mean Bud Light had been Kind of a brand of Fratty Kind of out of touch humor And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had another approach We can see that this woman's This company's深度 解析 是完全錯誤的 沒錯 Bud Light的銷售 近幾年來一直在下降 但是它很堅定的原因就是 銷售會下降 是因為這個品牌的形象 是一個 大學的兄弟會 Party Party 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它認為說 現在人越來越少喝啤酒的原因 一定是因為這些 噁心的 大男人主義 父權主義 男子氣概 一定是因為現在的人 比較在乎包容 平等 平權了 所以 在他幻想的世界裡面 就是一個男人 在一間超市裡面買啤酒 OK 價值上有各式各樣的啤酒 對不對 他伸手出去 正準備拿一箱 6瓶的Bud Light的時候 他遲疑了 他把手縮回去 因為他心裡想說 我不該這麼做 這個品牌太男性化了 我想要喝 充滿包容 多元 還有平等的啤酒 然後他就走到 收銀員那個地方 問那個店員說 請問 你們的包容 變性人 女權 多元的 平等的啤酒 在哪裡 我不能說 這樣的事情 在地球上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還蠻確定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我這邊可以直接講 Bud Light的銷售會下降 是因為那個啤酒很難喝 現在的啤酒 有很多種選擇 比Bud Light好喝的啤酒 非常非常的多 之前他們可以把這些 馬尿賣出去的原因 是因為 Craft Beer 精釀啤酒 這個東西還沒有出來 之前的人不知道 啤酒的味道 應該是怎麼樣子 消費者只能選擇 Bud Light 這個馬尿 或是另外一個 Anheuser Bosch的另外一種馬尿 現在這個市場是開放的 因為Craft Beer 精釀啤酒出人的關係 現在消費者多花個三四塊錢 買到很好喝的啤酒品牌 市場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一間小鎮 只有一間 Outback的這個 Steakhouse 牛排店的話 當然全村的人都會去那間店吃 而且覺得 嗯還可以吧 但是萬一有一間好吃的店 在Outback旁邊開張了 而且只要多付一點點錢 那那間Outback 就會變得很糟糕 東西難吃 還是會有人繼續買的原因 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消費者 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有市場 都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但是Bud Light 面對的不只是市場的競爭 如果要我分析的話 我可以出一篇經濟論文 例如現在年輕人 與其喝啤酒 他們可以吸食合法的大麻就好了 可以吸毒 對不對 還有現在本身的健身文化 本來就會把酒精類的東西醜化 Bud Light 除了自身的產品低廉 又遇到各式各樣的競爭對手之外 還有制度改變之外 以及文化改變 一系列的問題 都是這間啤酒公司需要解決的 但是這些問題都不是 這些 這個Elisa Heinenschein 想要解決的問題 對他來說 Bud Light 或是所有產品的問題 就是不夠覺醒 讓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他的策略 他的計畫 還有他是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很短暗的 Super Bowl spot 這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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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we had another really fun spot first spot out of the gate was the first time ever we had a female protagonist in this really cool she was sort of cool as hell bobbing and weaving through a bar but anyway listen I'm not going to pretend that there isn't so much more work to do from a business results perspective and of course from a representation perspective but I feel like you have to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when you're trying to evolve a brand and elevate it and bring in new consumers so that's been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the show is not a good thing that's just two people and a couple of people in love and make a very cute but you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story but you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story what is the story he said he's going to choose this because he can be able to do his own business and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和諧比較安靜 就是那種慢慢洗腦 一點一滴的那一種 慢慢的把這些思想植入到人的腦子裡 這樣做很聰明 因為他們如果動作比較小的話 左派意識形態沒那麼明顯的話 別人看到的話 而且指出來的話 他們可以說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不要這樣大驚小怪好不好 不要政治化這些東西好不好 哪有什麼議程啊 不要一天到晚陰謀論好不好 拜託你們這些保守派 但是他自己承認了 就是有議程 就是有計畫 就是有陰謀 他們自己都說了 Dellen Mulvaney的代言 就沒有這麼和諧了 然後他們現在要為了 他們這個錯誤的決定付出代價 除了這位Alisa Heinenschein 因為很明顯的 他身為VP 但是他在乎的 不是Bud Light這間公司的健康 不是銷售 還是長遠的計畫 或許他跟我一樣 根本就不喜歡喝啤酒 甚至根本不喝啤酒 你可以在一間 專門賣煙酒的店上班 然後你這邊工作30年 都不會看到像Alisa Heinenschein 那個樣子的人走進去 買6瓶Bud Light 我現在回想一下 我甚至認為我這輩子 好像還沒有看過女生 主動喝Bud Light的 OK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不喜歡那個產品 不喜歡那間公司 不喜歡購買那間公司的產品 消費者 他只是一個左派的女人 到了一間很大的公司 得到了他們前所謂的權利 就算他們完全不懂 完全不了解那間公司的文化 還有他的意義 而且憎恨他們要在那間公司做的事情 我們常常討論 為什麼這些公司會覺醒 為什麼每間大公司都會覺醒 為什麼這些公司 甚至在覺醒文化開始之前 就已經覺醒了 這些都是真的 那這裡再給大家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這個國家 各個體制 都被一群憎恨這個體制的人掌控 這個在商業界也是這個樣子 在我們政府部門也是這個樣子 在我們軍隊都是這個樣子 就連很多我們的教會 也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恨甚至到了家庭裡面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 但是很多帶領家庭的 常常是那些不想當父母的父母 不想要結婚的男女 小孩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寵物 或者是一個包包 跟名牌衣服一樣 是拿來拍照用的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會有什麼 支持小孩變性 支持兒女當同性戀 支持兒童性解放 支持毒品合法化 支持兒童性教育之類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社會崩潰 不是因為什麼外來的壓力 被強迫崩潰 而是一個由內而外的爆炸 就算一棟大樓要被炸掉一樣 是一個由內而外的刻意破壞 Budlite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最主要的 這只是一個被製造出來的疫情而已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當左派控制著我們的文化的時候 而且他們又憎恨我們的文化跟制度的時候 就是會出現這些破四舊 立四星這樣的東西出來 他們恨我們的文化 而且他們恨他們自己 就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左派主義就是一個自我厭惡的宗教 他們教導男孩要憎恨他們的男子氣概 教導女孩要憎恨他們的女性特質 教導白人要憎恨他們的種族 教導美國人要恨他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 教導西方的文化的人要恨他們的歷史 跟他們的根源 各式各樣的例子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樣子刻意仇恨自己的文化 想要摧毀自我的思想 更生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浮出水面的就是Budlite 迪士尼 星巴克 他們被一群討厭自己的公司的大官掌控著 而且他們也恨他們服務的客人 愛耶和華的都當恨惡罪惡 基督徒不可以什麼都愛 什麼都接受 基督徒是要恨罪惡的 For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hate evil 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敵人是誰 能摧毀美國的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是俄羅斯 不是中國 能拖垮美國的不是烏克蘭現在的戰爭 不是台灣跟中國大陸現在怎樣怎樣 也不是以色列跟伊朗現在發生什麼事 摧毀美國的就是藏在美國各個角落的小型的控制的炸彈 有一個人叫做Bill Boy Chris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那些變性人大遊行 他通常就是穿著一個大牌子 上面寫的內容很簡單 就是 Children cannot consent 兒童不可以妥協 他說的東西不是跟我一樣極端 我認為的東西就是變性人不應該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OK你要穿什麼女裝隨便你 但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醫生執行變性的手術 然後施打荷爾蒙之類的 這個是我要求的 我希望的 他要求的不是 2015年之前全美國的人都認同 就是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性別 你生下來是什麼性別 你就必須要去哪個性別的廁所 哪個性別的更衣室 男生不可以參加女性的體育比賽 那這個人他只是在說小孩不可以被閹割 不可以傷害小孩 不可以亂打荷爾蒙在小孩的身上 就是小孩不可以變性 他們如果要變性的話 長大之後再說他們自己要變性的話 只因為這個樣子 他就被打被攻擊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 害怕的受傷害的可憐的變性人 他們在恐懼中的行為 為什麼你覺得那種類似的 被判斷了這個罵的 罵人 所以就被判斷了 所有人都被判斷了 你 可能會被判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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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 你 我 不是 便 這 是我 不是 不是 是 那個 就是一群人 OK 圍著一個為了孩子發聲的普通的人 大喊FU FU 然後跟他離的超近的 絕對超過了普通的安全距離 然後其中一個變性人 直接朝他的咽喉這個地方打下去 把他抓在地上打 那這個影片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就是 旁邊至少一二三四十幾個警察 在那邊被拍下來 表示還有更多的警察在旁邊 然後他們做了什麼事 基本上什麼事都沒做 當這些變性人在口水都可以噴到 他的眼睛的距離在那邊大喊的時候 他們什麼事都沒有做 然後當這個變性人攻擊他的時候 打他的時候 把他摔在地上打的時候 這警察就走過來看一看發生什麼事 但是也什麼都沒做 當然如果今天角色調換的話 這將會是一個國際新聞 如果今天是一個保守派的人 攻擊一個變性人的話 警察應該都槍都拔出來了 但是在這美好的加拿大 警察什麼都不會做 就跟那個Alex Stein在紐約發生的事情一樣 Alex Stein是一位保守派的搞笑邪心 他在紐約的變性人集會上面 做了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了一樣的事情 就是小孩不可以妥協 小孩不可以變性 然後他就在那邊被打 被拿拿咖啡砸 然後那邊摔來摔去 好險他是一個滿大隻的一個人 然後NYPD在旁邊做了什麼事 什麼都沒做 而且說真的 這並不是警察的錯 因為我認識的警察 基本上都是一般人 警察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保守派 不管你相不相信 他們也不認為說男人可以當女人 女人可以當男人 有些人說我上次刻意在節目上吐槽警察說 其實沒有 我很確定他們只是在聽從他們長官的指令而已 就是如果一個正常的人攻擊變性人的話 就必須全員出動 然後拿下這個暴徒 但是如果一個不正常的人攻擊普通的正常人的話 就睜一眼閉一隻眼 OK就好了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的話怎麼辦 很明顯這個就是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司法系統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因為我們的司法系統跟我們的執法人員說 如果一個阿嬤在國會1月6號的時候在那邊自拍的話 就必須要關監獄關到死 但是如果一個變性人衝進州議會抗議 衝進去阻止法案通過的話 如果BLM打砸搶一個國家一整年的話 就讓他們去吧 對不對 我會吐槽警察說 不是因為他在職場上做錯了什麼事 而是因為他是基督徒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基督徒有比較高的要求 我覺得基督徒要做得比一般的人更正義 更勇敢 而且更不妥協 美國已經失去了法治了 我們在德州也看到這一點 有一大群的變性人衝到了德州的州議會 要停止州議會的運作 因為德州想要通過禁止小孩變性的法案 這些變性人想要閹割小孩 想要殺死小孩 想要讓小孩在還不認識自己的情況下 做出一些傷害自己一生的決定 他們持續堅持他們受害者的身份 就在一個變性人衝進去基督教小學 屠殺了小孩幾天後 他們一堆人躺在地上裝死 OK說不讓他們變性小孩的話 就是在殺死他們 那這裡的邏輯先搞清楚一下 就是一個變性的他們的人殺了人 然後他們躺在地上裝死 抗議說保守派 保護小孩的人在屠殺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這群不要臉 沒有羞恥心 沒有良心在德州的一群暴徒 Protect trans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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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兩個影片之後 有什麼感覺 OK我聽到他們在喊的東西 我只聽到一個聲音就是 Give us Barabbas 給我們巴拉巴 不要這人要巴拉巴 巴拉巴這個人是個強盜 我知道這不是他們實際在說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所有暴徒的運作模式 很多人認為說暴徒是可能是有道理的 可能是有理由的 那可能是因為他們貧窮還是怎麼樣的 但是不是的 暴徒就跟殭屍一樣 暴徒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屠殺那些說真理的 然後把他們把真理定在十字架上面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讓人喝鐵山的毒水 然後把真理定在十字架 這個就是他們運作的模式 那這裡他們的訴求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就是要變性小孩 民主黨很多的偶像 他們最新的偶像 就是把小孩變性 這個是他們最新的金牛肚 變性小孩就是最完美的金牛肚代表 而且跟金牛肚一樣 所有的偶像的需求 就是要兒童獻祭 變性小孩是什麼意思 就是小孩生在了錯誤的身體裡面 一個小男孩 但是他其實是個小女孩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問沒有為什麼 他就是個小女孩啊 對不對 他們在這個錯誤的身體裡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讓 Jeffrey Marsh 還有Dalen Mulvaney 還有那些什麼變裝皇后 來幫助這些小孩對不對 讓他們變成真正的自己 然後這個儀式是什麼呢 就是在小孩面前跳脫衣舞 然後讓他們看一堆同性眼的色情片 然後在學校裡面 教導一堆性別錯亂的東西 這個樣子就可以幫小孩做自己了 當然這全部都是假的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出生 在一個錯誤的身體裡面 不可能有什麼男人的身體 女人的靈魂 這些全部都是幻想 全部都是虛假的 這個就是整個變性人的思想 而且這個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一定會有小孩 對於自己的性別有錯亂的可能 我們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青春期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個時候身體的改變有多大 但是現在這個就被民主黨 拿來當成閹割小孩的藉口 事實就是 人有性別錯亂的想法 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那個人被性侵過 如果那個人有一堆姐姐 然後家裡沒有男性的榜樣 那個人家裡的父親跟母親的職責 跟角色翻轉的很嚴重 很多東西可能會造成 小孩性別錯亂的可能 這些都是可能的 創傷造成的錯亂是真實的 但是錯亂本身是虛假的 這個錯亂是民主黨 左派 自由派 撒旦 創造出來的偶像 精油毒 然後這個只是他們最新的而已 這個只是他們創造出來 讓人無腦的崇拜的其中一個 他們回到了以前多神論主義的世界 而所有多神論裡面的神 最終的要求就是兒童獻祭 而這次他們敬拜的就是兒童獻祭本身 這是在虐待小孩 屠殺兒童 閹割海童 是讓小孩接受一個思想 跟自殺是絕對有關聯的思想 這是一個噁心的 多神論的 撒旦的 邪惡的 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不是第一次 每個文化都有經過這樣的循環 在美國我們有很棒的歷史 因為我們建國的時候 是有基督的根基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但是當我們的文化開始排斥信仰 排斥耶穌 開始排斥真理的時候 當我們的禱告離開了學校之後 當我們的教會開始妥協 當我們的文化開始把耶穌女性化的時候 現在這些Pagan多神論的文化 就是會回到我們的社會當中 Budlight這個事件讓我們看到了非常多的事實 也讓我們可以理解說 我們的社會跟價值觀有多麼的脆弱 第一個新聞 最後我提到了家庭 很多父母把自己的小孩當成是玩具寵物 或者是飾品 他們不想要當他們的父母 不想要有責任 不想要有義務 現在很多教會也是這個樣子的 我記得我剛開始PHC延殖公約的時候 我問了一個基督教媒體界的一個前輩 說要怎麼去做一個基督教的信仰的YouTube頻道 他回答說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target audience是誰 還有我記得我第一次講到的時候 有一個牧師也跟我講說 你要知道惠眾要的是什麼 然後想要聽的是什麼 我聽到這樣子的東西其實是有點難過的 因為這就表示說他們平常傳講的東西不是100%的福音 而是半吊子的福音 是人想聽到的福音 這導致你在一堆基督教的頻道上面 你會看到他們講的東西都是什麼 基督徒能不能自慰 基督徒能不能看A片 基督徒能不能拿香 基督徒能不能同居 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沒錯 但是你看他們節目裡面 最後答案都是模擬兩可的 沒有律法 沒有對錯 然後用什麼 凡事都可行 但不一定都有益處 這個最常來被用來當理由的一個哥林多前書來解釋 這樣子的教會一點愛都沒有 他們就跟Botlight的VP做的事情一樣 他們不在乎惠眾的生命 不在乎惠眾的成長 我不是在拿一個啤酒公司跟教會做比較 但是這間啤酒公司跟很多的教會一樣 不認識自己的惠眾 以為大家來教會只是來玩樂 擴展朋友圈 賣保險而已 現在教會的人越來越少 基督徒越來越少 原因不是因為教會太古板 太死板 不吸引人 教會要做的事情 更不是什麼 辦更多的活動 接受LGBTQ 變得更多元 小組吃東西變得更好吃 現在基督徒會變少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很多教會失去了鹽失去了光 就跟一間啤酒廠 與其想辦法把啤酒變得更好喝 更划算 更吸引人 他們反而認為 他們只要把一個變性人放在自己的包裝上 來顯示自己更多元 更包容 一樣愚蠢 還沒有信主的人去教會需要的是福音 信主之後的基督徒在教會需要的是成長 更需要的是成長的欲望 當人在教會得不到成長 而教會會為了人數奉獻 變得跟世界一樣的時候 人就是會選擇回到世界 或者是離開教會 就絕對不會到教會裡面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